两岸的局势紧张 中共的海警船屡屡闯入金门的禁限制水域 而陆军司令部也证实 周五金门的水域又有两艘登陆艇也来了 而金防区立刻通报海巡应处 紧盯40分钟 KD16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L洞洞三球艇 现在对你广播 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5月29号上午9点13分 中共右船我金门限制水域 但这次来的不是海警船或渔船 竟然是两艘共军两拐腰 预连级中型登陆艇 两艘登陆艇分别是 弦号KD161以及KD162 沃海巡掌握登陆艇 从厦门方向航出 行进金门南方水域 全程航行40分钟 没停下来过 在9点53分离开 那搭载辆大概是在 三辆到四辆主义战车 也就是两百吨左右的机载量 或者是可以搭载两百名的步兵 它对于万里岛的 这威胁还是存在 即便是80年代的老旧登陆艇 这也让金防部丝毫不敢大意 专家分析中共这次动机 原来是29号当天金门海向叉 沃海巡艇又摇又晃 中共也想企图回港时 用灰色地带来超捷径 意思就是登陆艇闯入金门 和海警船来挑衅 有存在差异 但对中共任何动静 我方也得紧盯 TVB的新闻 华正森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而中共除了屡屡发动围台军演 海警船登陆艇入侵我国的 离岛水域越界执法 其实背后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彻底否定 台湾的治权 赖清德政府上任第三天 中国大陆解放军 再度发动针对性演习 联合立舰合为台湾本岛 而战备警船则是用武力 替执法撑腰 同一天 马祖东引了进限制水域 我国海巡艇跟大陆海警 也一度对峙 一如中共官媒公告内容 福建海警组织了海上编队 两地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航路距离乌丘最近点只有2.8海里 另一批和东引也只相距了3.1海里 直接用军事手段 比如说针对乌丘 东引有一些军事上的演习 那个可能会有 那个目的跟手段不一致的问题 中国在对台的这个施压上面 他已经越来越娴熟 让不同的部门 军事的警察的 就是海警的部分能够更协同去发动 对台的这些作为 中国大陆海警巡航的金门模式 看似已经遍地开花 金门周围海域光是5月就发生了 5次海警 海间 海事船 越界执法巡查 看不见的背后意图 比直来直往的武力恫吓 更难防范 只是说如果他只做一次的话 那么外界包含台湾 包含就是国外的这些政治政府 或者是评论人 仍然可能会把它解读成 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 所以为了去持续强化 中国的主张 那么他必须不断地去制造 或者是累积相关执法的事实 在舆论心理法律 对台新三战的架构之下 官媒文宣推波助澜 央视旗下新媒体预冤谈天 以中国大陆海警 3月15号和5月3号两次行动 宣称巡查 已经对金门周遭的水域 达成有效覆盖 不论是民用船只 或是国军的军用运捕船 未来都将纳入执法范围 客人会认为对于海上的运捕 并不会有直接的威胁 但是它会是造成的 是一种对于我们的心理上面的 一个程度的一个反应的威胁 他会认为是因为我们 本党台湾人民所做出的选择 反而会造成金门地区民众的 不安全感 这一点是有可能 中共会对于 他们要进行一顿战 可能会强化的一个目标 基本上就是两手策略 软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各部门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其实有时一些部门 可能会释出一些会台政策 但是其他的部门 可能就要去做好 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 学者所指的各司其职 是负责执法的海警 海洋资源调查维护海间 管辖捞捕的余政单位 和维护海上交通的海巡 在党的指挥下 可分工可协作 都是典型灰色地带冲突 可运用资源 根据中国大陆在1996年 所划的临海基线 金门其实是在临海基线 跟大陆 中国大陆陆地之间 它是属于中国大陆法律中的内税 所以依照中国大陆的法律 它对金门 其实不但是有管辖权 甚至还有主权跟主权权利 所以所有跟海上 相关的行政执法单位 在金门周边 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 都有角色 我觉得他们就是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把我们在这些外岛的 进限制水域 就是他以往的这种 执法管辖的空白 一并推翻 更要观察的是 他是不是在演练 武力犯台作战的一个 辅助性的作战 也就是对我们外离岛的 风控作为 原水难就近火 无法改变的地理现实 5月23号演习 中共匡列的操演范围 成了最佳印证 而类军事行动 仍然是政治的延伸 灰色地带威胁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除了在累积法律战的 对它有利的事实之外 在实际上 它也是在测试 我方的反应 甚至说 它或许也不会排除 甚至乐见说 我们跟他们有一些 局部性的这种冲突 这个中国在南海的 作为来看 我们的确可以预期 就是中国海警船 在我们周遭海域的这个活动 它其实有 的确有升高的可能 看中国的政治上的判断 或者是需要 因为它 中国之所以需要做这件事情 是要改变台海的现状 我国如何坚守底线 同时避免擦枪走火 政军新局才开始 考验却已经接踵而至 而不让军事迷俗称的 大力神变成老母鸡 空军编冽了百亿预算 要来升级服役 四十年的运输机 C13-DON-H 期待能够争取 行政院的支持 不过花这么多钱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也引起讨论 一个道长王后 出地马上升空 别看C13-DON 机体庞大就意味 它很笨重 如果遇敌火要躲避 得从一千英尺高空 高进场突袭落地 几乎垂直俯冲 向跑道 军事迷上个月 在屏东募集C13-DON 战术性能展示 也不免让人想起 空军第六连队 年初的棋牌 目前的电子仪表 还没有一化 那我们希望能够 做电子仪表 还有各个装备的升级 那我们能够更符合 国际民航法规 在人道助援方面 可以更顺遂 国军手P12架的C13-DON HISH 1984年出厂 1986年开始接收 这12架没有GPS 因为当时全球定位系统 未建制完成 2021年 赴弗雷宾送卵 C13-DON 也曾在我空军赴帛琉 实施爱三飞弹 实弹射击检测 空军不断释放讯息 似乎要大家 在潜舰和F16V等 国防建制大案中 别忘了升级 C13-DON 决定不换飞机 而非要让这些老飞机 去撑下去的话 那当然你势必 得要花一些钱 让它能够在 未来的这个任务中 更加的这个能够 试航 GC提升案 现在有具体进展 包括机体结构 延寿等项目 总额度达100多亿元 日前在国防部 审核各军种提报 明年度预算计划时 或通过列入 下一关就要看行政院 指示专家也有质疑 这些飞机大概 其实已经用了快要40年 它的售限还有多少 值不值得这样的投资 是不是有可能考虑 一部分去换这个13-DON J 然后另外一部分 去留一些比较那种 类似像中运量的 比如说在国外 用的非常普遍的 类似像ATR那种 大小的这种飞机 做中运量运出机 你变成你换了之后 你的飞机可以用得更久 然后而且用得更广泛 国军西13-DON 要强调老兵没死 更没丢零 但就看行政和立法单位 点不点头 TVB新闻 红富华刘婷听调不懂 国际间交点来看到 红海危机 其实没有解决 现在冲突在升级 为了报复英美的空击 导致16人死亡 41人受伤 夜门的青年运动 宣称他们攻击了 美军的艾森豪航母 甚至说他们的打击 是准确且直接的 但却没有提供 实际损害的详细资料 不过与此同时 中东的局势 是否也有解了呢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 公布了一项计划 说以色列 有三阶段的停火协议 敦促以色列的极右派 能够进一步支持 同时也呼吁哈马斯接受 而哈马斯也说 他们会积极的考虑 以色列士兵在建筑内 进行仔细搜索 以色列军方释出最新 在北加萨 假巴利亚地区的战斗画面 同时声称 歼灭了上百名恐怖分子 并将七名人质的遗体 带回给家属 以色列持续在拉法作战 掀起国际踏法声浪 作为最大盟友 美国总统拜登 最新提出了 三阶段停火协议 在全面停火六星期期间 进入第二阶段 以哈双方就应该开始进行 永久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 一旦达成 哈马斯必须释放 剩下所有人质 以色列要撤军 第三阶段 则是开始重建加萨 拜登不只呼吁 哈马斯接受协议 也向以色列极右派喊话 认为哈马斯 已经无法再发起 向去年十月 两规模的攻击 但以色列现在要是错失 这项提议带来的良机 可能会进一步在国际上遭到鼓励 对此哈马斯表示会积极考虑 而受到美国国会邀请 前往国会山庄演讲的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会有什么回应 也成为关注焦点 美国和英国则是持续联手打击在红海 以及雅丁湾攻击商船的叶门叛军 夜间空袭造成16人死亡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频频威胁 如果西方参与俄乌战争 冲突会蔓延到欧洲 不过现在却传出 法国跟波兰 他们的军官在乌克兰境内训练士兵 乌克兰柳特旅官兵 瞄准目标 接着流炮一响打击俄军阵地 这支隶属于国家警察的准军事部队 束手在战云密布的 恰索夫亚尔前线 尽管目前全球关注的焦点 都放在哈尔科夫战场上 但是随着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曝光 武通战线再度成为热区 综合路透社及法新社的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塞尔斯基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 他已经签署一项文件 同意法国教官 尽快来到乌克兰训练中心 以便熟悉相关人员和设施 这么敏感的话题已经公布 乌克兰国防部马上回应 强调基辅对接待外国教官的计划 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和高度的兴趣 但没有证实塞尔斯基是否签署的文件 同样的法国国防部也低调表示 目前还在演议中 无法确认有关的安排 无法两国忙着澄清这项消息 但是俄罗斯军事部落客 则言之作作地表示 法籍教官早就出现在乌东战场上 而且是以战斗工兵的身份加入乌军 还强调在很多军事网站上 都能找到法军在恰索富亚尔一带作战 甚至是阵亡的影像或照片 然而这样的说法 并没有得到当事国家的回应 甚至被一些国际查证机构 判定是虚假消息 可是无风不起浪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 为什么会把矛头指向法国 总不能因为马克宏的出兵论 就把帽子扣在法国的头上 必然有些蛛丝马鸡 才会让法国始终难以摆脱传闻 这个问题的答案 最后是由普京揭晓 顺便加码爆料 尽管普京讲得很暧昧 但是直接点名波兰 就是欧洲军事人员进入乌克兰的通道 这让波兰国防部不愿对号入座 反而是向国际介绍 用于保护东部边界安全 遏止非法移民入境的防御攻势 更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至于法国则是和德国共同发声 认为乌克兰拥有自卫的权利 西方阵营应该允许乌克兰摧毁 来自俄罗斯境内的攻击 但是不可以打击 非军事用途的民生设施 使得这个敏感问题 再度激化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紧张对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тран НАТО особенно в Европе особенно в малых странах они должны вообще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отчет с чем они играют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как прави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небольшой территорией с очень плотным населением этот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они должны иметь ввиду прежде чем говорить о нанесении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来到比利时访问的泽伦斯基 在首相德克罗 和国防大臣德东德尔的欢迎下 参观空军基地 而且争取到比利时提供 30架F16战机的承诺 用以强化乌克兰的空中战力 德克罗表示 首批战机预计会在年底前交付 而且保证只会用于防卫乌克兰的领空 这也代表比利时是继荷兰和丹麦之后 正式成为原乌战机联盟的一员 尽管数量有限 不过比利时参谋总长霍夫曼表示 相对于F16战机来说 西方先进的防空系统 才是维系乌克兰空中战力的重要关键 毕竟泽伦斯基曾经公开表示 如果要和俄罗斯空天军抗衡 乌克兰至少需要120架到130架F16 才有机会重新拿回制空权 不论记者怎么软磨硬炮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就是守口如瓶 坚决不肯透露乌克兰即将接收到的 第一批F16战机 究竟会在什么时间抵达 即便如此 西方军事观察家分析 依照已经曝光的消息判断 乌克兰应该会在六月间 从丹麦手中 接装四到六架F16 正在法国接受高教训练的乌克兰飞观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应该也会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完成训练 返回国内投入领空保卫任务 这也代表欧洲国家的援助 已经重新向乌克兰输入 必要的炮弹和军事装备 虽然乌克兰有可能在近期内 接收到梦寐以求的武器和军备 让地面部队有了多一层的空中保障 但是俄军在战场上 多如牛毛的无人机 还是乌军的心头大患之一 尤其在哈尔科夫战线上 第57魔步旅 虽然不必再为缺乏弹药而发愁 但是面对士气阵望的俄军 乌克兰部队该如何快速磨合 空地协同作战的默契 也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尤其现在传出 泽伦斯基已经对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下达命令 争取在瑞士全球和平峰会前 要把入侵哈尔科夫边境的俄军 通通赶回俄罗斯境内 既然三军统帅已经交付指令 不难想象 斯尔斯基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各种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 如此沉重的压力 就看斯尔斯基能不能一肩扛下 并且交出令泽伦斯基满意的战果 另外近期俄军在哈尔科夫正面的 利普吉方向 除了有小规模的领形战斗之外 俄军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 一般认为除了部队修整之外 俄军应该会趁着这个空档 利用大部分时间 进行加强构筑防御攻势 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根据乌克兰的情子显示 在沃尔昌斯克的俄军 已经开始炸毁可攻渡河的桥梁 为占据沃夫恰河左岸的乌军 制造向北发动攻击时的麻烦 即便这项军事行动 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但是从俄军一系列的作为来看 可信度确实不低 哈尔科夫的重要性虽然不言可遇 不过为了保卫这座第二大城 乌克兰不得不从东部战线上 抽掉各部队一个营的兵力 来协防哈尔科夫 虽然是权疑之计 但是无法巩固战线的缺点 也逐一浮现 尤其在阿富提福卡外围战线上 情况更为紧急 就在俄军宣布占领内塔洛欧之后 现在传出的最新消息是 西面的卡尔洛夫卡 也濒临失守的边缘 虽然乌克兰守军坚称 俄军在此地发动的数十波攻势 都被前沿部队挡下 但是俄军采用的空地协同作战 部分阵地就快要派不出 预备队上阵支援 专家分析 不排除乌军会放弃这个据点 以减轻战损 倘若情况依此发展 那么西里渡河将很有可能 是俄军的下一个目标 至于在奥切列纪念的战情方面 俄军声称西北方向的进展顺利 情报显示 应该是发生在 新奥列山德里夫卡的战役 与五一村的情况相似 如果新奥列山德里夫卡 也失守的话 格罗基夫卡的防线 也将拉降警报 中间俄军的作战计划 其实最终的战略目标 就是夺下红军村 这个重要的物资 和军备转运中心 对防守这条战线的乌军来说 在资源相对吃紧的状况下 战情确实不容乐观 即便近期俄军推进的脚步 似乎放慢了些 不过攻势依旧猛烈 乌军研判 俄军有可能进入部队的轮体阶段 换向第二梯队的作战单位进攻 所以速度上不像几个月前那么快 当然也不排除 各路战线的情况不同 俄军正试图调整各部队的节奏 最终可以完成总参谋部的目标 切断乌军在东部的后勤管道 瘫痪守备部队的战力